就是以回家廢婚為名 然後為核心的價值 然後甚至可能形成某個運動組織 這樣子的形式的運動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在各個不同的社運的脈絡 或是陣地裡面去發展那個 迴背的可能性 那就是做這兩個區分是 我覺得前面那一個 就是以迴背為名 然後甚至組織化的 然後有很多拋處來說 我是回廢我要煩什麼 我要煩紅田或是我要煩什麼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運動形式 似乎很容易被想像 然後也被期待 然後我某種程度上也覺得 他需要做 可是在可能是今天 或是一陣長久以來的 某一些討論 對社運有一種想像 就是好像這樣大家就滿意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真的這樣子 就是很多熱心投入社運的人 也就滿意了這個形式的 迴背的運動的出現的話 那那個延宕可能也是有必要的 就是說我會覺得為什麼好像大家把運動或者是整個社會的改革想得非常的單一 就是即便譬如說我們在講 譬如說Tiwa的或是移工的遊行 它就不會只是一個階級的問題 或是不會只是一個族群的問題 然後如果我們談的是移動這件事情的話 包括譬如說華光也在那個整個移動的這個思考底下 可是我們好像不會覺得說 如果我在談某種移動的更解放的或是更 更就是符合就是我們的需求的那種移動方式 這件事情是沒有實踐的 或者當我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舉了華光或是舉了就是移工遊行的例子的時候 也不會被別人說成是收割 可是當我們在就是譬如說偽廢在提 這個各個陣地這件事情很容易被理解成是 就是收割或者是明明是社運結盟的事情被我們講成是偽廢的 我就覺得可能這種提法然後至今沒有一個以毀肺為民的組織來要搞什麼運動 這件事這個位置可能還是還是必要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要有一個好像一個整體的整體的社會在不斷的在往一個好的方向進步 或是往一個不好的方向進步 然後所有的運動者都是在在往某一個方向推進 可是其實我覺得就是不同的位置的人 其實那個需求或者是利益或者是在不同脈絡底下都會有不一樣的思考 然後怎麼在這個過程中去讓不同的位置出現 然後可以對話或者是去討論一個比較我們都共同可以接受的一個治理方式 所以就是拉到剛剛就是提的那個問題 就是前面很多人回了啦 但是所以我會想的是說到底現在婚選運動或是多年成家運動有什麼問題 可能就是這樣就是說為什麼今天想要共同在此居住 或是未必是共同就是在這個地方居住這件事情 就直接的變成了就是婚姻的必要性 然後他其實第一個是他遮蔽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取得了婚姻之後 他一樣在居住在這件事情之後 有在這件事情之上有各種問題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他我覺得他某程度上就把運動作小了嘛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也都在共同居住這件事 就不是居住於此這件事情上有很多不利的被排除或是不利的狀況 然後你只把它說成是就是婚姻的必要或是婚姻的問題 他也就限制了去有更多結盟跟就是看到整個結構怎麼樣對 許許多多不只是想成家的人造成的問題 對所以我在想就是怎麼樣把就是不要用一個單一的方式去想像我們的社會或是我們的運動 而是就是看到說就是位子其實確實就是很複雜 然後很多時候我相信就是會衝突的就是要的不一樣 然後也就是要打架 那對就是大概這樣 還有沒有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自己會我自己有想要有兩個點要想問 其實有一個也是剛剛剛剛就是這位女生其實他提了這個問題 其實剛好我身邊有一個例子其實很有趣 就是說身邊的例子是他其實發生在異性戀生場 但是一樣可能因為家庭的一些原因 那有一個另外一個國籍的男生就是說他一樣要被遣返了 就是說他可能唸完書去留錢沒有了他一樣要被遣返 那唯一能夠留下來的只剩下就是他們結婚 可是因為家裡的長輩不允許他們結婚 所以最後他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讓那個男生去跟那個女生另外一個朋友結婚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讓那個另外一個國籍的男生去跟那個女生另外一個朋友結婚 然後作為留下來的方法 就是說所以如果你再把這個例子圖上來看的話 你就會知道就是說其實這個問題可能是 你要怎麼把居留權或移動的權力這個事情從婚姻裡面拿出來 而不是反而就是大家更鞏固的說如果只是為了這個東西要進去的話 你反而更鞏固了 甚至一心也有這個問題在這裡面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其實我想有點想要回應的一個事情是坦白說 可是我自己覺得在這個婚家的討論裡面 其實我覺得他的一個意義其實真的其實不只是面對 在比方說同婚的這個戰場的邊界裡面 坦白說因為我自己當然是在另外一個運動裡面 其實在進行一些工作 在核電的議題裡面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到現在 其實像家庭這個概念 甚至像農村的概念 其實我覺得都有點變成是在不同的議題裡面 你在倡議的過程裡面的一個支點 守護家庭 守護什麼什麼 可是其實這個東西當然看起來蠻簡單可以用的 所以一些人可能可以召喚一些東西其實很好理解 但是這個使用的同時 其實可能當然都忽略掉說 家庭裡面其實有沒有很多的壓迫 一樣農村裡面有非常多的壓迫跟剝削 這事情其實大家沒有去面對 所以我其實有點覺得說在討論這個家庭這裡 其實它不只是在一個性權的運動裡面 或者是說在同志的運動這裡面來討論 甚至我自己會 從我的角度來會來看 如果我希望 比方說膽額的運動可以再往前更有一些進步性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應該是要把這些大家拿在手上的這些支點 進一步的再去做一些解構跟討論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只是為了說 不要壓迫到無法成家的人 在這個運動裡面它不舒服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同樣的可能也是回到說 怎麼樣再讓不同脈絡的運動裡面 可以再更往前走一點 的確我覺得現在家庭這個概念 也許在反過千的運動 在很多運動裡面其實被拿在支點 變成是說 守護家庭、守護誰誰誰的家 是一個很有力的訴求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反而是 像這樣的討論我覺得不只是在性權 而且我覺得應該是要擴連到其他 在不同的運動的現場跟運動的脈絡裡面 其實都應該要發動這樣的討論 這個討論不是要去指責誰是保守的 而是我覺得這是迫使在不同運動裡面的人 都可以再更進步的往前走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有這樣的企圖性跟破例 在進行像這樣的討論 那我覺得的確在家庭這個東西 現在成為各種很多不一樣的運動的 使用的一個工具 那如果可以往這個方向走 我甚至可以覺得它不只是在性權運動上 而是整體台灣一個社會運動 或進步運動甚至左翼運動 都可以再往前走的一個很大的 如果從這個路徑來看 我覺得是有這個效果的 那我也會希望其實是 怎麼樣可以去促成像這樣的東西的討論 就是它不是只是我自己不是一個同志 可是我覺得它不是只是一個同志權益 或者是性權運動的問題 這是我大概想要想的回應 不好意思 就是我其實來參加這個論壇 我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情緒 就是其實我對同意其實是很生氣的 那我覺得我今天要把我的那個生氣的臉講出來 然後同時我也想回一下剛剛那個 就是反核運動的一次參與者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我在我的教學現場裡面 其實已經有看到學生 他們可以發展出很多不一樣的結社可能 然後包括師生之間的 所以什麼叫做你一定要有國有家的支撐 你才活得下去 有一些人已經活出來了 可是問題是我們並沒有社會支援 有夠足夠的空間可以支持這些人活下去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不能活下去的空間就是越來越緊縮 怎麼樣造成的剛剛其實都已經有提過了 我今天就是一直要來問說那個歷史是怎麼樣演變到至今 然後同時我覺得還要再推進去思考說那個空間要怎麼再擴展 那我文章裡面描述的那個故事其實是五年前 五年前就一定要偷偷摸摸的進行這樣的師生練 那可是五年後其實我有點在擔憂說五年後 其實學校裡面的空間越來越緊縮的時候 你甚至連老師的身體都不能碰 學生的身體也不能碰 碰的你就是性侵害 所以基本上性侵害根本就是一個爛東西 在學校裡面反性侵害的方式就是一個爛東西 然後跟通貿系統就是一個爛東西我就要去質疑 那所以我其實一直在想做一個東西就是串聯就是 因為我們我面臨到的環境是承銷的差距 然後之前在那個就是我有請TIA那個 我進入到我們學校裡面去跟班上的同學做講解的時候 其實也有發現說就是承銷的差距其實也不一定是必然的壓迫 因為鄉下比較沒有資訊去接觸一些比較程式的語言 或比較像我們現在在這邊談的進步語言 所以那些孩子其實他們講出來的話其實都是很直接 有一些蠻直接的表達跟你沒有辦法想像得到的實踐是有出來的 那可是所以說那個城鄉的差距他其實那個國家的權力 他沒有辦法伸到這麼遠去管到這麼多人 所以還是有一些空間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一些人基本上在學校還是面臨管制 那怎麼樣讓那個管制可以再鬆一點 那怎麼樣去接觸到這一些管制者 然後去跟他們講多講一些觀念 這個是我在想的 那其實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在我們學校附近其實有一個公園 然後我以前有聽過說有一個小孩子會在那邊就是彈樂器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方法也可以擴展 就是社運的各個議題或者各個團體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串聯是到鄉下去做這樣子的 跟人群對話的動作 這是我想做的啦 那如果有興趣的可以介紹我 謝謝 我再說一下那個剛剛講長照的部分 還有剛剛他講歷史的那個 我覺得性政治的斷念其實某個程度還算嚴重 譬如說講長照 我們現在就是長照有一些社福體系在推動 所謂有尊嚴的讓人老或有尊嚴的讓人失眠 譬如說有一個很體貼的服務 假設你的照顧服務員呢 能夠幫一個老人家 就是他喜歡的小狗或小貓 能夠幫他洗個澡 這個覺得叫做是很溫馨 然後覺得哇這服務好多